披香殿,温桀鱼 披香殿江雪宁是知道的,可要说什么温桀鱼,那就没有什么印象了。 听着这个位分,在后宫里也算不上是很高,能引出什么事来? 从这个方向上去想,竟是毫无头绪。 他的回扬指摘的路上只觉此事事关重大,便绞尽脑汁,干脆逼迫着自己往另一个方向去想,上一世这时候发生过什么大事吗? 最大的事情就是永依侯府被抄家了,那时他从侯府回来后浑浑噩噩,吓得大病了一场,卧床了好几天,在此期间只有林姿王审介时不时还惦记着他,派个人来问候看看情况。 等他病遇,只听说京中有人结了天牢,皇帝圣怒如雷霆,惩治了京中很多官员,许多大臣都招来杀身之祸。 还有什么吗?比如,事情已经过去了好些天,沈狼为何又突然雷霆大怒? 前两日才下过雪,天气早已转寒,公道上去无人声。 只有他轻轻的脚步声,传递开去。 一念转万念跟着转,脑海中舒尔划过一道闪电, 江雪宁原本一直向前的脚步骤然停了下来,连着眼睛都一起睁大,除了乱党截天牢外,在他病着的那段时间里,宫里面似乎的确还出了一件放在别朝不算大可放在本朝,尤其是沈狼在位期间,绝对不算小的事。 星号 回到杨纸斋,众人已经在为下午银眉赏雪做准备了。 这一回江雪宁眉病,自然不能再抱病不去。 所以也只好收拾了一身肃静的衣裳,系上粉蓝的披风,在争齐斗艳的众人之中,刚好处于中等,既不至于因为太出格被人注意,也不至因为太寒酸特别打眼。 她神情看着与往日无异,旁人与她同在一个屋檐下也没多久,倒看不出什么来。 可江雪会怎么说也是她的姐姐,就算两姐妹平时有过节,也算得上有些了解。 不知怎的看着她觉得她面上笼着一层音意,在去往梅园的路上悄悄转过头来,看了她三次,眉头也微微促起,但一想两人的关系,终究没问。 将雪凝变乐得轻松了。 梅园里栽种的各式梅花,这时已经到了盛放的时候。 前两日的雪还没化干净,堆在梅树下,是青天白雪印红梅,煞是好看。 后宫里以萧太后为首,人基本都到了。 梅园东南角的看雪轩里,杨纸摘的大部分半读,在入宫这么久之后,终于算是第一次真正见到了皇帝的后宫,天子的妃嫔。 最上手作的乃是萧太后。 下面是精心打扮了一番的郑皇后,更下面则是妆容一个比一个精致娇艳的妃嫔。 各顶各都是大美人,或冷媚或慵懒,姿态万千,有的说话低声细语,有的则爽朗大方。 乍一看,实在是令人亲线。 当皇帝的三宫六院,妃嫔无数,当真可以说是想尽其人之福了。 江雪宁到时抬起头来一看,没忍住轻轻皱了皱眉,心里面着实有几分鄙夷。 林子王沈介倒不是什么纵欲之人,但他兄长沈郎在位时却是个会享受的。 曾有大臣看不下去,上过奏折规劝他借知在任席之后,话说的已经不算委婉了,可沈郎哪里会听。 反而恼羞成怒,过没多久就找个借口把这大臣调出京去了。 子嗣艰难,这能不艰难吗? 还好他有个皇帝沈介,从小关系不错,的确有几分长胸如妇之感,且沈介也的确听话。 所以,一直以来朝中的传闻都是皇帝五子四便立皇帝为储君,以赌天下悠悠众口。 这些个妃嫔,江雪宁认得的并不很多。 根据上一世他鲜少的接触来看,顶多知道坐在皇后右手边那个带着华贵点萃头饰,颇有几分慵懒之态的乃是如今。 后宫中正受宠的秦贵妃,在下头还有淑妃,贤妃两位,背的位分更低的却是一概不识了。 更别提什么温婕于。 郑保有言警告在先,他一路上过来都记着,随同众人入内行礼拜见时便有意无意落在后面,礼避后落座便也自然地居于墨座,自然离那众位非平远了些。 肖叔十分隐晦地看了他一眼,江雪宁恍若未绝。 众位半读进来后,后宫中这些非平看着这些年轻未及鸡的姑娘,谋底神色便是各异,倒是郑皇后向来不大受宠,大约也见惯了宫里新人换旧人的场面。 更何况这些年轻姑娘不是入了后宫只是半读,是以神情是最自然和善的一个。 还主动提起了另一件事,前些日圣上曾对臣妾提起为林子王殿下选妃的事情,说殿下更多还是少年义气,也是时候让殿下成家立业,如此便可稳重些。 殿下与圣上皆是太后娘娘所出,这一回怕又要为殿下劳心劳神,仔细相看了。 今日的萧太后早没了前些日那些阴沉的脸色,毕竟如今朝上发生的事情,几乎渐渐和她心意。 因而春风满面,整个人看着甚至显得年轻许多。 郑皇后这话说来也是讨她欢心。 林子王终于要选妃,也就意味着要成家立业,对萧太后这个做母亲的来说自然是个好消息,所以竟难得没有挑郑皇后的词。 反而笑着道,此事虽有礼部操办甄选,可嫁娶之事男人嫁怎会比女人家懂。 皇后主理后宫,内外命妇都在走动,也要多为殿下留心一些才是。 郑皇后倒有些受宠若惊起来,忙道,臣妾一定竭力尽心,也盼着殿下娶一位称心的王妃。 坐在下方的秦贵妃怀里抱着精致的手炉,文言却是撩起眼皮。 义太懒洋洋地往最角落里那帮养纸摘半毒看了一眼,拉长了声音打去,要臣妾说啊,哪用得着那样费劲儿? 诺,满京城最有才学,最有样貌的好姑娘不都坐在那边吗? 要我说啊,长公主殿下选这半毒实在是一举两得,其实都省得再去真选了。 只怕咱们的林姿王妃眼下就在这里呢。 这话不是受宠的不敢说。 说出来之后,萧太后的目光便落到了她身上,也像中尉半毒那边看过去,却是不动声色。 这谁说得准哪?做长辈的也不过就是把把关,要紧的还是她喜欢。 行了,都别陪着我这老婆子说话了,趁着京东第一场雪,难得出来走动,都多去看看吧。 有关于林姿王审戒选妃这个话题便被轻轻带了过去。 众人自然都不敢再说什么,三三两两起身往梅园去。 一时梅花开的冷艳,人在花中也显得更加娇美。 秦贵妃也搭着工人的手起身款步往外走,坐在烧铐边上的一名瓜子脸,穿钳紫色宫装的飞瓶便也跟着起了身,竟是自觉地跟在她身后。 接着秦贵妃一打量,竟在姚希面前停了下来。 她难得笑得和和气气的,打你刚进宫本宫便想找你说说话,毕竟我母亲常提起你母亲。 表姑母进来可还好。 姚希的母亲,同情贵妃的母亲乃是表亲,她刚入宫的时候也曾听父亲提起过,但俗话说得好,一表三千里,姚希入宫从来不敢像萧淑一般高调,毕竟这中间的姻亲关系太浅,甚至都未必指望人记得。 她完全没想到今日第一次见着,这后宫中最是受宠的贵妃娘娘竟走到她面前来主动说起此事,不由心头一热,盲行礼道。 前些日出宫看过,家母身体康健,老贵妃娘娘记挂了,见过贵妃娘娘。 话说到这里,呼得一顿,姚希眸光一抬,就看见了立在秦贵妃旁边那名妃嫔,略一回想后,神情有些冷淡下来,但也按着规矩道理道,见过温婕渝,边上也正要起身思考去哪里必获的姜雪宁听见这三个字,简直心头一跳。 想也不想,就直接拉了身边的芳妙,道,我们一起,下去看看吧。 芳妙愣神,江雪宁已经拉着她的手,直接从看雪轩里走了出去,根本不回头看上一眼。 那秦贵妃刚拉上姚希,目光一扫,似乎还准备叫上别人一道,但没想到转头一看,末尾的位置上已然空空如也,台阶下只能看见两道远远的背影。 这时若再叫人,就显得有些刻意了。 秦贵妃那精心描摹的细眉,轻轻一挑,向一旁并未走出去的萧叔看了一眼,递了个爱莫能住的眼神,便毫无破绽地带着她身边那稍显怯懦沉默的温婕渝和刚说上话的姚希一道走了出去。 芳妙被江雪宁拉着走出一段时候,还有没回过神来,没忍住回头看了一眼,眼神中便露出了几分思索, 竟凑近了姜雪宁问,怕有人害你。 姜雪宁脚步一顿,瞳孔微缩。 芳妙手指里把玩着一枚有些古旧的铜钱,笑了笑,有些得意地道,宫里面的事情左右不这样吗? 茶抄杨纸摘那回你把太后娘娘得罪得那么惨,眼下又是后宫一帮女人,我要是你我也躲得远远的。 原来她不知道,江雪宁放松下来,拨开前面一条垂下的梅枝,也笑道,你也知道我近来处境算不上好,小心使得万年传吗? 芳妙心有欺欺,是该如此。 芳妙固然也是花了些心思,才选入宫里当半读来的,但那是因为与家里面的姐妹较劲,睁个头脸,将来嫁娶时能说是入过宫,当过长公主殿下的半读,自然风光。 可她从没想过,留在宫里。 在眼下这种有后宫嫔妃在的场合,她也与江雪宁一般,不愿意掐剑帽头,恨不能躲那些是非远远的,是以乐地和江雪宁到处走动,也不到那些娘娘们身边凑热闹。 眼瞧着大半个时辰过去,没原理欢声笑语,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江雪宁不由想,也许是想多了。 这种事情哪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呢,那不也太明显了? 然而这念头才一出,远远的梅园西南角,那头忽然传来了一串惊呼,紧接着就有人叫唤起来。 老鼠,老鼠,娘娘您没事吧? 姚小姐怎么回事,这般不小心。 工人们尖叫的声音明显,远近赏梅看雪的人都听见了,一时全都惊异不定,朝着声音的来处去看情况。 江雪宁不由同方庙对望了一眼。 两人也远远跟在众人后头朝着那边走去,带着走近时便看见,是秦贵妃。 温杰鱼并摇西几个人,大约是赏梅时候瞧见了老鼠,都吓得不轻。 那瘦瘦小小的温杰鱼更是摔到了雪地上,工人们都七手八脚上去扶。 秦贵妃更是皱起了眉头,轻轻埋怨起姚西来。 姚西张了张嘴,似乎有些惊讶,想要辩解什么的样子,但一看秦贵妃又没说出口,只得站在一边,有些惊慌模样。 看工人去扶温杰鱼,她也呆去。 温杰鱼在这后宫中位分不算高,又看秦贵妃带姚西好,还笑了笑道,姚小姐不必怪怀,谁都有下注的时候,我身子骨尽衰,没大碍。 她这么一说,姚西便松了口气。 然而温杰鱼才刚刚起身来,脸色变白了一些,似乎觉得腹内有些不适,竟然伸手捂住了自己的肚子。 工人吓了一跳,杰鱼怎么了? 温杰鱼的神情间还有些茫然,腹内好像有些不舒服。 她自己还没意识到,但周遭的妃嫔们已是悄然色变。 然而众人面面相去,竟无一个在此刻开口说话。 温杰鱼微微用力扶着丫鬟的手,这一下又觉得方才那种不适的感觉没那么强了, 好像好了很多,便又笑起来,道,没什么大碍,还是继续看梅花吧。 江雪慧是同周宝英等人走在一起的,瞧见这一幕却是目光闪烁,没忍住道。 杰鱼娘娘滑了一跤,衣上都打湿了,还沾了雪泥。 天冷风寒,便是铁打的人也扛不住,您还是先回宫换上一身暖和衣服, 再叫太医看上一看,喝些热汤去去寒,再说赏雪的诗吧。 她望着温杰鱼,目光里很诗认真。 温杰鱼这时似乎终于意识到了什么,身子轻轻地抖了一下, 却是更为色缩起来,不由看向秦贵妃道, 这位小姐说的也在里,我都忘了,这便回宫换身衣裳再来,失礼了。 众人都连忙出言关切她,叫她赶紧回去。 江雪宁确实望着这温杰鱼的背影,心底发寒。 果然,温杰鱼走后还没两刻,便由小太监急急跑到梅园里, 擦着头上的冷汗来禀告,不好了。 启禀太后娘娘,皇后娘娘,温杰鱼见了红,太医诊至是有了身孕, 整座看雪轩内顿时一片到抽冷气的声音。 姚夕更是脸色煞白,一个不小心打翻了桌上的杯盏。 然而,已经没人能注意到她的失态了。 星号 上一世的听闻与这一世的锁利,竟真的又对上了。 然而从听闻到亲历,感受却是浑然不同。 上一世江雪宁抱病之后,只是极其偶然地听说, 后宫里有个位分不高的妃嫔小产。 沈狼知道之后,暴跳如雷, 那一阵在朝堂上迁怒了很多人,一有触怒便革职,引得朝臣们颇多非议。 可她不知这妃嫔到底是谁? 如今这一世却几乎亲眼所见,在想到先前秦贵妃带着温杰鱼去叫姚夕, 只觉寒气都袭上身来。 出了这样的事情,什么一枚赏雪,自然都没黄了。 众人回到杨纸斋后,都不说话。 前连日还对江雪宁横眉冷对,冷嘲热讽的姚夕, 这会儿像是被人抽了浑事地呆坐下来。 好半嗓都没说话,陈淑仪上来温身安慰, 她竟两手无脸,一下恐惧地大哭起来,连胜道, 我也不知道,不是我撞的,是有人在后面撞了我,不关我的事。 谁不知道,当今圣上沈郎子寺西伯, 年将而立,西下无子。 这后宫里,连个皇子都找不出来, 妃嫔们攒足了劲地想要为皇帝诞下长子。 也许皇上一个心情好,便封为了储君, 从此母平子贵,要封得封,要雨得雨。 奈何肚子就是没动静。 到如今,朝堂上的确传出了要立林兹王为皇太帝的消息, 可毕竟八字还没一撇。 若真有皇子降生,事情必定有变化。 偏偏竟遇上温节鱼这事儿,若让圣上知道。 姚夕想起来,忍不住浑身颤抖,哭得更大声了。 萧叔坐在一旁皱眉,道,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还有人宽慰,只等等消息,看节鱼娘娘有没有事吧。 江雪宁静默地看着不语,上一试的她是知道答案的, 后来都轮到审界登基,何况她当时的确听过后宫有这传闻, 温节于腹中的孩子多半是没有保住。 江雪慧却似乎有些怜悯,轻轻叹了一声。 接下来便没谁说话了。 杨纸斋中只听见姚夕娜悲切惶恐的哭声, 搅得人心烦意乱。 到天色江暗时,终于有一名前去打听消息的工人跑了回来。 萧叔立刻站起来问,怎么样? 江雪宁也看了过去。 那工人喘着气,目光里竟是一片的激动与振奋,保住了。 节鱼娘娘的胎保住了。 太医院的大人说是发现得早,受寒也不深, 万幸没出大事,只是往后要格外小心。 什么?保住了? 江雪宁脑袋里忽然嗡的一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不由豁然回首,向着江雪慧看了过去。 并非她不同情温婕娱, 只是此时此刻的震惊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料, 甚至根本没去料想温婕娱这一台能够保住。 直到这时候她才意识到, 这一世和上一世是有着巨大的不同的。 上一世她入宫成为半读后, 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萧叔这个潜在的对手, 在宫中也不合群, 更没有与神志一成为朋友, 也就根本没有引江雪慧入宫这件事。 那么上一世赏梅的时候, 是没有江雪慧在的。 而这一世,她不仅在, 还出言让温婕娱早些回去找太医。 不同了,完全不同了。 如果温婕娱这一台宝珠, 如果孩子顺利诞生, 再如果生下来是个男孩, 那从今往后所发生的一切, 与上一世相比, 都将是天翻地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